現成的DX碼貼紙幾元就有10張 但是我覺得連幾元都是有點浪費的 不用錢都可以自己改 因為它的原理就是通電和不通電 譬如你要把200改成100 看看200和100之間相差什麼 相差一個格 你把200改成100 你就貼了這個格 那是不是一定要用黑色 因為相機不是靠眼睛看DX碼 是靠通電 所以你用任何東西貼著它都可以 只要不通電就行了 即是透明膠都可以 透明膠都可以 我以前剛開始分裝的時候 我就用透明膠來貼 自己剪一格來貼 然後每個人都問 你又說有改好DX碼的 我都不覺得 我說我用透明膠貼 然後你又說是 然後後來就用了有顏色的夾紙 黑色的 哎,免你問了 我直接貼黑色的給你 讓你一眼就看得出 寬度是6mm 就不用慢慢貼 貼上去 那這個是200改100 如果200改400 你是不是改不了的 你無緣無故要200改400 你都過期了 很少會發生這種情況 是啊,好像不需要改高了 是啊 如果你要200改50 就是這樣 所以200度的暗口是最通用的 最好用的 200可以改100又可以改50 那如果我只有400 我想改低它 好像 對著200 這兩格 要通電的地方 400是 黑色的 那就刮吧 我刀仔刮 刮乾淨它 刮了這兩格 再貼 貼上有的那一格 那就是 變了200 那就是它只是7來的 是啊,是油漆來的 那你如果再貼多一塊 那就變成100 那就是 需要刮就刮 需要貼就貼 我沒用的 我省了幾元 那如果我買到一些類似福瑪 它沒有DS碼的 又或者是索料暗口 索料暗口你就不要拍啦 你不要買啦 好不好 我啊 就是 回來 回來 回來的福瑪 例如福瑪 這個是沒有DS碼的 那我要想用在傻瓜機上面拍 如果你真的這麼執著要 用在一些 不能設定ISO的傻瓜機上面的話 那你就刮吧 那就起了刮吧 但是你刮完之後 你就對不正的位置 到底在哪裡呢 所以你就不要 局限於它這個 那麼闊 你就全部 那些片子都刮了它 然後就打橫貼 有這麼長貼有這麼長 確保它 對應到的 真的很複雜 真的很多手工 幾元雞買貼紙也是 不是喔 你買貼紙 這個對證是貼的 貼不正的角度 它認不到又不行的 都差不多了 就只是抗世絕竅來啦 阿哥你用竅真是瘋神入花 售料藍盒要放嗎 還是你想下載 不值得說一期 售料藍盒為什麼不好 就是因為 不是說所有售料藍盒都不好 又怕你 某一批是OK的 但是 你不會去搏的 是嗎 售料藍盒到底什麼問題呀 流光啦 脫毛啦 刮花菲林啦 還不夠 有得你選擇的嘛 你買的分贓卷的時候 用索料藍盒 用金屬藍盒 你說你省了一兩元 可能破壞整個畫面 是啊 我們是真的 看到索料藍盒就訂的 是啊 沒有用 真的沒有用 總結就是 傻瓜機 先看說明書 看它支持多少感光度 然後你再選菲林來用 說明書會告訴你 當它不支持的時候 它會按什麼來用 那天過步就過步 那天糟糕就糟糕 還有一件事 你如果 用 分贓卷 就是那些暗盒 是循環再用的話 你要注意 DX碼是不是完整 和乾淨 完整的意思就是 它黑漆的地方 沒有脫漆 如果黑漆的地方 脫漆 有可能 本來不通 變成通 如果 骯髒了 還有些會生瘦 生瘦 和殘膠 通的地方變成不通 就會改變了 DX碼 就會搞錯感光度 其實很糟糕 所以 注意一下 大家一起去找菲林 歡迎點贊留言和 追蹤我們 你們的支持對我們很重要 也可以到我們的小小店鋪 購買菲林相關相品 每一樣都由我們 親手驗選法貨家 感謝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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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